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人生地不熟 第一次飞来英国 这里华人不是很多 眼睛不好 你怎么过来侍奉 还要开车 有困难 在英国冬天 三四点一刻 又有大风大雨 但是他仍然留下 他在这里 十五年以来 是消化了他的青春 神都带你去外国 那你就去吧 帕斯 帕斯 是位于苏格兰中部 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灵静祥和 风光秀美 建筑古老 一砖一啞 都有历史的沉淀 因此 古城帕斯 被誉为 苏格兰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 成约翰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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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伯斯重要的历史建筑 它建于十二世纪 这座教堂 曾对苏格兰教会 提供很大影响 1559年 约翰约克斯 在这里的一次讲道 引發蘇格蘭的宗教改革 使基督教成為蘇格蘭的國教 很多住在帕斯的華人 都是從事餐飲業 丁婉儀非常關心他們 現在他又來到一間小餐館 Local的華人大部份是做餐館 其實他們面對的問題就很辛苦 他們可能是眼罩直到有些十一點 有些十點或者有些晚點 都要十幾個小時 所以生活是苦悶的 他們說英語的能力也不是很足夠 有時候不懂英文 丁姑娘在那裡找到她幫忙 我所有的什麼事情 搞政見 搞什麼都問丁姑娘 有時候填封什麼都是她幫我 我看醫生都是找到丁姑娘 她幫我們去做翻譯 丁姑娘就好像天上派她來做天使一樣 我們考那些日值事 我們每個英文都是不行的 丁姑娘就免費去借助教會的課室 每一個星期借兩個小時 她教我們看日值的試題 都因為有丁姑娘幫助 日值都成功了 如果不是她 以我們的文化水平 我們很低 不是讀到很多書 都很難考得到 他們就比較難融入在本地的西人裡的生活 另外就是 他們的子女一去讀書的時候 就是講英文 所有東西都是英文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 亦都是有限制 因為那些小孩也不懂得說中文 爸爸媽媽也不懂得說英文 在相處或成長上 其實是有限制有困難 苦悶的時候 我想有一些地方 那些華人就會喜歡去的 就去Casino Casino會形成是他們一個聚會的地方 就是大家去聊聊天 但是當然裡面的吸引力也非常強 我們都看到一些華人是 有那種叫做心癮 我們稱為心癮 他們一放完工就會想著要去 這裡有一些博彩 早上也會開的 他們也會去的 這件事都形成了一些家庭的張力 夫妻之間的張力 現在他們的人生其實都是很… 怎樣說 就是… 很苦悶的 真的很苦悶 他們會覺得只是賺錢 人生的意義真的不大 我想真的有耶穌在他們裡面的時候 我想真的不同 宣教士丁苑兒最大的希望 是讓這裡居住的華人 能夠相信耶穌 找到人生的意義 她在香港出生 讀中學的時候 就立定心志 要一生為神工作 我媽媽就是信耶穌的 我的小學也是在基督教學下 所以對耶穌 對祈禱也有一些認識 我可能升中三或中四 有一個小學同學打電話給我 我們團契裡有一個報道會 你來不來呢 我就去了 當他呼召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好像有兩把聲音 一個聲音就說 起床啦起床啦 另一個聲音就 不要起床 然後那個姊妹就說 最後一次了 我的時間差不多了 當她說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就起床 感謝主 那一剎那 那個情景都很奇妙 一起床我就哭了 搞到陪譚員哥哥 不知道我哭什麼 那時候我哭是很開心的 在那剎那 那個聚德社面很輕散 那種快樂很難以形容 所以情不自禁地流眼淚 在我讀中五那年 我參加過夏令會 那個夏令會裡面 牧師就呼召 呼召說有誰人願意去服侍耶穌 當時除了我之外 還有其他一些年輕人 就說決定 如果耶穌要用我們的時候 願意去服侍主 然後我回去問牧師 牧師當時跟我談完之後 如果你真的想全時間服侍的時候 你可否考慮去讀神學 出來服侍教會 我四年神學裡面 我有一些同學 他們就去短孫 去過短孫之後 他們就決定了 去做宣教士 我就跟神聊天 我問神啊 我又不知道有沒有潛質做宣教士 但你可否給我一個機會 去一個宣教的體驗 有一個暑假的空檔 神給我有機會去台灣 做短孫 做兩個月 這個經歷又很特別 因為我是一句國語都不會的 我都覺得很憐憫我 當我下飛機之後過關的時候 我都不太明白 那個人為什麼會明白我講的國語 就讓我順利過關 在那裡都有特別的經歷 一個大學生 他要在家裡晚上炸油炸鬼 炸完之後 就是早上送完油炸鬼 他就回家睡覺 他很想認識聖經多一點 我就跟他做一個栽培的課程 送完油炸鬼就過來 早上九點 其實他很累 但他還是很願意花一個多小時 因為我短孫的時間就快結束了 那個課程好像還有兩三課 我就這樣說 丁老師你回香港 你用錄音帶錄完 你要教我的東西你寄過來 我會在這裡完成這些課程 我心裡很感動 因為這個人 我回香港的時候 我就有一次祈禱 我就跟神說 當時我還沒開始我的侍奉 我就跟神說 我神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要我出去宣教 其實我不知道去哪裡 那我又願意 有這個種子就種了在我心裡 也開始了我在香港的教會事奉 過了五年 那我的教會就要再擴堂 那我的教會就當時有兩個傳導人 他就覺得真的好 這個教會有兩個傳導人 就搓一個過去 那時候都有掙扎 那掙扎是什麼呢 因為從我家去我的教會 是十五分鐘 所以來回是半個小時 但如果我要去一個新的地方 一程是兩個小時 包括要轉三程車 差不多一天起碼有十二個小時 都是來回家 我就說 那這樣啊 真的不是很好 跟神去決定 但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神就跟我說 你不是想過做宣教士的嗎 你沒有想過宣教士 其實真的要用很多時間 在交通的時間上 我想想想 又好像是 於是 丁婉儀就一個人去到新的地方 建立教會 後來進入神學院進修 完成了之後 丁婉儀又有一個 去西班牙短期宣教的機會 去西班牙 因為我們又不懂西班牙文 去到那個地方 宣教士告訴我們 你在地鐵站 離我家是五分鐘 出完地鐵站 我們就不如找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就跟我們說西班牙文 去西班牙文 我們在那裡騰騰 在那個地方 走來走去 都找不到那個地方 最後就碰到一個人 碰到一個 一個人 那個人懂得說英文 告訴我們正確的方向 我們終於去到 那裡有兩個經歷 兩個經歷都很特別 第一個經歷就是 我們的短孫隊 就是集體中毒 吃一個午餐 就是肚腹就不太適應 吃完之後七個人 就唯有我和當地的宣教士 是沒有中毒之外 其他食物中毒還要入了醫院 大家康復 他們就說 你也挺有潛質做宣教士的 另一個經驗又是關於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十幾歲 但是他又不喜歡看文字聖經 所以要求我們在香港帶一本聖經 我帶了一本漫畫聖經給他 我給了他之後 我就挑戰這個年輕人 就是這個小朋友 我說這樣吧 我們帶了給你 你讀 你讀完我問你問題 然後他回家真的讀 然後我日後真的問他問題 基本上大部分問題他都能達到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真的很願意追求 短孫隊我們每晚都要出隊 就是去探餐餐館 他說我帶你們去 我就被編排跟他去同一隊 他就一路帶我走 兩個小時 到達第一間 到了之後 我們還有幾間分配要探 不過我看一下個鐘 其實都晚了 晚到11點鐘 就是我們要搭回地鐵 我們要搭回地鐵 但是一小時的地鐵是會關門的 到第二間的時候 我就跟這個年輕人說 我們再探望這間吧 不要不要不要 繼續去探望 總之最後我們已經完成了 也都在地鐵還沒停之前 我們就回去吧 我都會覺得這個年輕人 因為有短孫隊帶聖經給他 亦都有機會帶他出去 他很有心去傳福音 在台灣的學生 和這個年輕人 讓我有機會跟他們相遇 我看到上帝的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最後決定了 即畢業後 就去宣教工場侍服 做宣教士 於是丁婉儀就加入一間海外的傳福音機構 被派到蘇格蘭的阿柏丁 阿柏丁工作 丁姑娘被派來斯克蘭 不容易是斯克蘭 這麼偏方的地方 但是她為了要 答應神在她們三面的呼照 她就肯上來 初初是阿柏丁 第一次飛來英國 其實我來到英國 都不太知道阿柏丁在哪裡 當時他們教會 就會問有沒有宣教師 因為新丁 就沒什麼問 我想我的心都沒什麼問 神都帶你去外國 那你就去吧 在阿柏丁裡面 我服侍了六年 直到當地團契成為了教會 還有他們可以有能力 去請傳導人 那我就去到另一個地方 帕斯位於蘇格蘭的中心 從這裡到周圍的市鎮 比較方便快捷 丁婉儀在阿柏丁的生活 告一段落之後 就來到帕斯繼續她的工作 這裏的人都不是說 每個人都這麼想信耶穌 這也是真的 就算傳福音 我們都覺得 都是不容易的 不過我們有見過一些 成功的例子 當時我家裡還沒有信仰 沒有拜神 什麼都沒有 當時又不知道 要信耶穌 什麼什麼 根本什麼信仰都沒有 就是因為他帶我去 幾次教會 我覺得認識耶穌的人都很誠實 都很肯幫人 有時有什麼事 一上到丁姑娘那裏 唱歌 還有她經常跟我祈禱 跟著她查查經 就認識了主耶穌 一個姐妹就很想先生信耶穌 但是那個先生就覺得 沒什麼需要 有一天那個男士就過來 就是跟我說 就是我很想想想洗禮 然後她太太就說 你今年好好信耶穌 然後你明年洗禮 但是我猜在那個散難 我覺得這個男士 就是很認真 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可能是個時機 我就跟她說 我結束了那個聚會 我說 這樣吧 我們不如坐下來 我們去跟她說福音 我邀請了太太坐在旁邊 然後我把福音說完 我就跟她說 你願不願意做一個祈禱 這個男士聽到我說完之後 就立即願意 然後那個太太 你想清楚一點 那個男士是很認真的 她就接受主耶穌 現在她也是很積極的 就是在教會裡面 也開始了有時做領司 有時做領會的工作 看到這些頂姊妹 我想是從她們信耶穌 或者生命有改變的時候 其實都比我更大的鼓舞 因為蘇格蘭的華人 居住地區比較分散 所以丁丸兒需要開車去探望她們 但是身體的毛病帶給她很多困難 因為她眼睛的疾病 到現在都很小心 令到她不可以開車 因為她很危險 但是她也情願擺上 看神如何為她開路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白內障 我當時想著 如果眼睛不好 那你怎麼過來試奉呢 還要開車 但是去了做手術 兩隻眼睛都做了 做完之後就發覺 眼睛真的好了 所以就過來做孫 但是直到幾年前 我開始覺得眼睛裡面有些蒙 然後就發現 有一個叫黃斑撕裂 醫生就跟我說做手術 手術之前是不蒙茶茶的 所以那時候 我想開車是一個很慣常的 如果那些路你都是認識的 你基本上不覺得你搬不到車 就是覺得好像蒙了一點點 但是我想那個 因為已經開了差不多十年 那你變了你很多的路線 你都認識的了 但是後來就覺得不行 因為後來就覺得 真的那個視力是不夠的 然後我就回香港做手術 在我決定做手術之後 連不認識我的人 經過一些弟兄姊妹 幫助我發放消息 世界各地都有人是為我祈禱 其實我也多謝很多弟兄姊妹 為我祈禱 做完那個手術是成功的 那個視力都沒有再惡化 應該這樣說 變成都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視力 繼續可以侍奉 不過那個視力是不夠的 在英國冬天三四點一刻 或者有時又有大風大雨 那我又覺得這個都 就是如果我開車 我就覺得負擔很重 就是每次開完車 我都可能要去港渡 或者我要去大聚會 那最後就決定不開車 但是是 那是 沒有那麼方便 但是也都覺得 不是沒有可能 那其實只不過我 我用的時間可能是 雙倍了 我覺得都是用一個 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我想連人生都交給神 身體裡面那部分 都是交給祂 所以其實一直都很平安 有沒有低落 有沒有什麼低落 所以看著一個 很喜樂的心 將一切都交給神的時候 祂就很興奮 樂觀地去服侍 而且成為很多人的祝福 帕斯小鎮的出現 是因為貨船運載的貨物 要在這裡轉換小船 才能夠順著太河進入內陸 可以說 太河的貿易造就了帕斯 但同時 太河的洪水 又一直困擾著帕斯 南島公園 就是帕斯防洪計劃的一部分 這裡種植了各種植物 還有水禽漆色 雖然洪水氾濫不是一件好事 但在治理洪水的同時 亦為帕斯造就了一個休憩的地方 對於丁婉兒來說 身體的疾病原本不是好事 但因為她積極面對 反而激勵了身邊的人 我去了百明漢教會 給我一個機會分享 我告訴她 神很奇妙 如何給我一個機會 安排手術 以及遇到一個很好的醫生 想不到後來我接到一個電話 是我不認識的人 又是一個百明漢的姐妹 其實她的眼睛也是有事 身體也是有事 然後她聽完我說的見證 給她有一個鼓勵 我說是神 在軟弱的人身上 神也使用我們 讓這個姐妹有信心 亦會有時跟她聯繫 就會為她祈禱 上帝為何會被一些 這麼終身的博人 被這些困難去經歷 我覺得丁姑娘 她沒有當這個病是她的病 我覺得每次見到的時候 沒事 她需要回香港醫治 她然而回來 她沒有為了這些疾病 而放棄她的侍奉 我覺得這些這麼辛苦 不如不要做了 我們回香港休養 香港也可以侍奉 香港就更容易 例如醫病的時候 香港就更方便 所以我受到她們的影響 距離這麼大的放棄 都可以放棄 何況我這麼少 為什麼放不下 她在這裏十幾年 好像她整個青棕在這裏 這裏的華人不是很多 她都願意在這裏留下來 為這些這麼少的華人來侍奉 我覺得是很佩服的距離 很多人都問 為什麼要在這裏做宣教士 團計又不大 教會又不大 而且你花了很多時間 未必有很大的成就 我記得有一年我回香港 和我教會去分享 耶穌說的比喻 他說一個牧羊人 有一百隻羊 有九十九隻羊都在羊欄裡 有一隻就是走失了 但是那個牧羊人竟然放得九十九隻 他願意為一隻的緣故去尋找 那個牧羊人走失一隻羊 他都願意去找 我想在這裏的華人 其實就是沒有牧人的羊 都是在走失的 我想上帝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一個機會 去服侍他們 其實我也覺得 其實是恩典來的 這次的功能 丁苑兒不計較工作的果效 也沒有被身體上的障礙 損走他 就好像聖經中 耶穌所講的牧羊一樣 就算只為尋找一隻羊 亦会揭尽所能 在苏格兰传扬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